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下一個範例 他說有一個點光源 距離面積是100平方公分的平面鏡前40公分 鏡前80公分有一個牆面跟鏡面的平行 反射光照在牆上的面積到底有多少 各位看到一個題目 你當然要想辦法去理解它 現在的光源在這裡 你現在發出光線撞到這個平面鏡 反射反射 他問你說投影在這個牆上 照在這個牆上 它的面積到底有多少 那前面我們講到 你要準備怎麼樣 準備齒圓規兩角器 那幾何光學呢 常常會遇到這個做圖 那這個做圖 各位如果你把這圖畫出來 你看得出我們的目標是要找什麼呢 我們的目標其實要找相似型 什麼樣的相似型呢 各位光源如果在這 平面鏡在這 其實我們把它的像先找出來 那像怎麼找呢 平面鏡的成像很簡單 兩個字叫對稱 你原來在平面鏡前這麼多距離 40公分 你的像呢 就在鏡後40公分 直接把它翻過來對稱 各位 你原來光線從這裡發出 撞到怎麼樣 這個照射到這個牆壁 我們可以想像說 光線好像從這裡射出去啊 這光線發出來 撞到這個牆壁反射 我們也可以把它想成 光線好像從這裡發出去啊 那從這裡發出去以後 各位你有沒有覺得 這樣子好像我們比較容易找出這個相似型 你看這一個三角形 小的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大的三角形 是不是怎麼樣 是不是相似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數字呢 把它找出來 你原來光源距離平面鏡40 所以像跟平面鏡也會距離40 所以從這裡發出去 那題目告訴我們說 這個平面鏡跟牆壁的距離是80啊 所以這裡40這裡40 所以小的三角形跟這個大的三角形相似 那馬上就可以找出來 AA'比上B'的距離 就是40比上三個40 120 40 40 40 120 所以答案就是1比3 那題目告訴我們說 現在這個平面鏡的面積是100平方公分 所以照在牆壁上這個面積多少呢 老師我知道了 距離比是1比3 所以面積的話呢 就是多少 就是300平方公分 不對 各位其實這是立體的圖 距離比如果是1比3 面積要怎麼樣 面積要平方 各位你的光線是往外發散 所以如果距離怎麼樣 距離三倍 其實面積要變幾倍 面積要變九倍 所以平面鏡的面積是100 那投射在牆壁上的話呢 那就要3的平方 那就要變多少 那就變900平方公分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並沒有非常的難 這先讓大家習慣一下 這個光學的做圖 就要怎麼樣 光學很多情況下需要做圖 我們要想辦法找出怎麼樣 找出這個相似性 所以等一下呢 我希望你在講以上呢 自己畫一次 自己做一次 這個並沒有那麼的難 那一定要實際做一次 這樣才能夠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